希望联盟政府今年2月首次提及收购四条大道的建议 首相办公室当时发布文告宣布 不会废除大道收费战 但是会以疏导费取代现有的收费制 根据文告 疏导费将套用现行的收费率 用在交通繁忙时段 非繁忙时段折扣30%或免费 最终的收费架构 将在明年1月1号实施之前完成审查和公告 官方设定繁忙时段为6个小时 非繁忙时段则是12个小时 其中晚上11点到清晨5点 四条大道免费使用 林冠英说 疏导费足以支付偿还债务 以及承担大道营运和维修支出 无需政府拨款 如果这一次的收购模式成功 政府不排除未来再收购其他收费大道 马兴社新闻台综合报道